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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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理论除了可以预测短期转角市之外 到中、长期、甚至最长期的大市走势 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波浪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 是指市场走势的变动 是不断以5个上升浪和3个下跌浪的模式进行 上升浪就属于推进浪 而下跌浪就是调整浪 波浪理论将上升的周期分为1、2、3、4、5、5组浪 对应升跌、升跌、升的稳率 当中以第三浪最具爆发力、升幅强劲 而且持续的时间最长 显示投资者的信心恢复 纷纷入市、成交大增 但当走势去到第五浪 市场情绪到最高点 由牛转红就为时不远 下跌周期分为A、B、C、三组浪 对应跌、升跌的稳率 当中B浪的反弹 经常被不以为是升市的重新启动 令不少投资者惨糟套路 而C浪就是跌幅最劲的下跌浪 需要等待终极一跌的出现 才有望由红转偶 使用波浪理论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数对的浪 即是判断现在价格是哪一个浪 所以以下几个规则一定要紧记 首先第三浪不可以是最短的一浪 然后第二浪不可以低过第一浪的起点 之后第四浪的低点不可以低过第一浪的高点 最后第三浪一定要高过第一浪 以上只要有一条是不符合 五浪上升就不成立了